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 莎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可以感化人心向善,也可以救人走上堕落之路。 莎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当一座山推倒以后,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来莎士比亚毒,要有食也能治,并莎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是每一个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真诚的爱情永不适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 莎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就如同假装士兵的莎士比亚生命的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较远的后世。 莎士比亚时间正像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对于一个领序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地,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 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 莎士比亚不应当及于求成,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 切而不舍,时间会成全一切。凡事开始最难。 然而更难的是何以善终。 莎士比亚大海要改善,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 莎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不要一个贪碎的巨人。 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烧起来的没法叫她冷却。 莎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把她拥抱在我的怀里。 莎士比亚没有比更值更富的依存。 莎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逆燃烧起来。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好感。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白糖上面浇蜂蜜,蜂蜜上面盖白糖。 莎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 因为莎士比亚,尿泡虽大,无精养。 平驼虽小鸭千金。 莎士比亚有德的妇人,即使容貌丑陋,也是家庭的装饰。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莎士比亚也起的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 莎士比亚竟由艾造,还是艾竹敬天。 莎士比亚尤其是在磨炼中生长的莎士比亚。 爱和炭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她冷却。 让她任意着,那她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莎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繁离。 莎士比亚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力道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她们的感情已经摔落。 莎士比亚生命断促,只有美德能将她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莎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事。 她是变化无常的。 每个月都赢亏缘缺。 你要是指着她起事。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她一样的无常。 莎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 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莎士比亚人是天的和光荣。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 为了身外的浮明,牺牲自己的良心。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莎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后来一样。 不依粗福,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 莎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 即使她的画里藏着死亡。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她。 莎士比亚一切礼仪。 都是为了文士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 言不由衷的欢迎,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 这些虚伪的形式就该一遇并弃。 莎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 也没有比不是她更快乐的事了。 莎士比亚抬门八字朝南开。 有礼物钱墨尽来。 莎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充益在我的心里。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线磕上美人的额脚。 会吃掉西式珍宝。 天生立直。 蛇们都逃不过她横扫的镰刀。 莎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 凤凰落架不如击莎士比亚。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清。 莎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 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莎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时间抛弃她。 莎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 莎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她们害怕强有力者。 且她来做旁塞莎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莎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莎士比亚纯朴和忠诚所呈现的礼物。 纵是可许的莎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莎士比亚行为无价宝,甚为护身术。 莎士比亚有得必要勇。 正直的人绝不甘怯。 莎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她一步步爬上了高处。 当她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她便不再回顾那批子。 她的眼光彩夺目仰望云霄。 瞧不起她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 莎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 人往往不支退而求其次。 莎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 你必须比她更有心。 莎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士突然养成一匹诺夫。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莎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 产生强有力的行动。 莎士比亚熄灭吧! 瞬间的灯火。 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 莎士比亚, 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 我们血肉的血腥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 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盈域。 莎士比亚, 虽然全是一头不直的熊, 可是精子可以拉着它的鼻子走。 莎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 莎士比亚, 有很多良友。 剩余有很多财富。 莎士比亚无数人世的变化, 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 莎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 莎士比亚为的之前是请求。 记得之后是命令。 莎士比亚爱情的野心使人被受痛苦。 莎士比亚就是尚得来的朋友。 等到久近尊空, 转眼成为路人。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 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续向了。 莎士比亚, 不管饕铁的时间怎样吞噬这一切。 我们要在这一席上存的时候, 努力博取我们的生育, 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 莎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名破例和享乐的路上去。 莎士比亚傻瓜的石顿是才子的磨刀石。 莎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 全身都会觉得难受莎士比亚善恶的区别。 在于行为的本身, 不在于地位的幼无。 莎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莎士比亚于人的蠢事, 算不得提起, 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笨。 莎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 真理喜欢阳光。 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莎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在最后。 真爱那些恨你的人。 诚实比起不败会给你赢得劣多的好处。 在你的右手里, 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 免得极度之徒说贤话。 做人要公正, 不要怕。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 应该是你的国家上帝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 。 莎士比亚谣言会把人们所恐惧的敌方军力增加一倍。 正向回声会把一句话化成两句话一样。 让莎士比亚轻浮和虚荣是一个不知足的贪施者。 他在吞噬一切之后。 结果, 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 莎士比亚老实人就是傻瓜。 虽然一片好心, 莎士比亚谣言是一只凭着推测开意和异度吹响的鼻子。 莎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 冗长是否显得早是莎士比亚为师策找理由。 反而是该师策更明显莎士比亚习起那个怪物。 虽然是魔鬼, 会昏掉一切的羞恥心。 也会做天使, 把日积月累的美德善行薰陶成自然儿。 然而令人安之若素的家常便饭。 莎士比亚没有比正值更富的遗产。 莎士比亚统一的太阳照着它的宫殿, 也不逢比了我们的草屋。 日光是一世同仁的。 莎士比亚诚实比起腐败会给你赢得更多的好处。 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 结果总是在骄傲中毁灭了自己。 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莎士比亚任何大人物的当事。 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穷雕, 或是法官的礼服。 都比不上仁慈, 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莎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而定。 然而,生为莎士比亚。 老实说, 必具有许多大人物, 尽管口头上拼命, 好好拼命。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们莎士比亚。 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它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把它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夥得的赞美声中, 才可以认识它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辱。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 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 一般可见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 有莎士比亚,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它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莎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它。 莎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遗体,莎士比亚爱情里面 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因为思想莎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后面,莎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莎士比亚传播思想。 无顺于思想的传播者。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有多少舌头? 多少手? 多少意外? 就会有多少忧郁? 多少持颜沙士比亚? 你写诗句。 和它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她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质戒。 虚滑的事物。 琐碎的玩具花束磅礴。 这些可以强烈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得她的情。 你用诡计倒去了她的心。 莎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看中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她们以后。 方式认识她们的真假。 我们的无比的增贤。 往往伤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再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莎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她的祖业。 财迷葬送莎士比亚。 虽然全力是一头不值的熊。 可是精子可以拉着她的鼻子走。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普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一成公指差一步就停下来。 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莎士比亚俏题话就像练剑用的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莎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努力。 总是有始无忠,虎头蛇尾。 像未熟些果子密布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移去之条。 莎士比亚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莎士比亚适当的悲衰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切。 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智慧的欠缺。 莎士比亚恶人的友谊一下子就会变成恐惧。 恐惧会引起彼此憎恨。 憎恨的结果。 总有一方或双方得到就有赢得的死亡或破均。 莎士比亚谦虚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莎士比亚欺人的希望是一个命人。 一个时刻。 当死神将要温柔地替人解除生命的羁绊的时候。 虚伪的希望却拉住他的手。 使人在困苦之中够言残喘。 莎士比亚尤其是小孩子的工作。 莎士比亚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 所以实力因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倚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莎士比亚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 爱情的黑夜有中午的阳光。 莎士比亚必又远。 春奈又寂。 又容。 得奈大莎士比亚一个人。 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沙士比亚皇上就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人罢了。 一朵紫罗兰花耳他闻起来。 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 他头上和我头上和顶着一方天。 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 把一切融钱丢开。 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乡。 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 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 可是好比一只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 他有时也不免降落下来。 栖息在之后或地面上。 莎士比亚。 如果我们生命的天平平上。 一边没有理智的平凡平衡。 另一边情欲的平凡。 那么我们身上下流的预念。 就会把我们引导到荒唐透顶的结局。 莎士比亚。 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世。 会在美人的额上绝身勾浅槽。 会失掉西式之针天生利直。 蛇们都逃不过他那横扫的镰刀。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衣服新的好。 朋友救的好。 莎士比亚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莎士比亚人们在被命运卷宠的时候。 永远却强弱至于贤不孝。 都看不出什么。 分别来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 开始设立惊涛派浪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 把他们扇开了。 柔弱无用的都被扇去。 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着力不动。 莎士比亚点燃了的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们的美德应该超过自己照顾量别人。 莎士比亚良心这玩意而使人变胆怯。 想做小偷。 害怕谴责。 想谩骂重伤又怕事责。 良心是在人内心造反的最怕寂寞的家伙。 莎士比亚恋爱是盲目的。 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做干的傻事。 莎士比亚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 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 莎士比亚千言蹉跎,来日无多。 二十立书,请来问我。 摔草枯羊,青春一波。 莎士比亚思想自由的精灵。 莎士比亚上一夜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言家。 巨作者,明艳以名英国培根。 莎士比亚艳语。 哥德欧洲。 巴尔扎克。 高尔基毛泽东。 鲁逊于国。 法国。 马克斯。 富兰克。 林。 罗曼。 罗兰。 爱因斯坦。 泰戈尔。 维吾尔族。 爱莫生。 苏霍姆。 林斯基。 托福。 勒列宁。 西塞。 罗卢梭。 美国。 德国。 爱献生。 蒙田。 苏联。 日本。 阿拉伯器。 赫夫。 俄罗斯。 蒙古。 族。 恩。 德斯。 亚里士多。 德。 吴列。 福托。 尔斯。 佩。 更多名言家具分类人生生活。